欢迎您收看东森每周焦点新闻 一周精华 我是王家婉 首先我们来关心 香港所爆发的大规模反送中运动 是否会冲击到台湾的选战呢 东森的新闻广角进行单元 特别推出了反送中运动专题 带大家一起来观察 在香港的反送中运动当中 许多香港市民都聚集在一起 在香港的立法会外 与警方爆发了严重的冲突 而东森新闻特派记者蔡炳如 以及刘依晴也为大家现场说明 警方释放了烟雾弹来驱离民众 主要就是因为现场民众非常激动 想要冲到政府总部 那么现场现在民众完全的 非常的害怕一直往港里跑 因为这个 先走了先走了 疯狂奔逃就像讨难一样 香港立法会前 崔磊瓦斯一波接一波 白眼喷入不断地涌出 抗议民众经不起崔磊瓦斯的心 紧急往后退散 有大批的示威者撩我们 画面另一边就见到 现场是再度有些露出的 但撤退的过程当中 依然可以通到抗议的民众 持续困难口号不轻易出逃 随着逃犯逃利延况审查 抗议民众担心的情绪持续内心 抗议前线不断推进 好几度冲破港警设下的封锁线 爆发激烈冲突 这四位仔是用遮阻阻挡着 警方的恨慕 在封锁线前警方多次拿到葡萄水 散事挺进的群众 刻意民众也找到做好准备 以雨伞因应呼召朋友的刺激 另一头警方已经去拿起警棍 追打抗议群众 火爆的场景遍地开花 雨伞水平满约飞热 为群众推倒乍篮 当于至先当警方的封锁动作 那么其实现场呢 其实直逛呢 是有一点危险的 因为警方呢 会做一些比较激烈的驱离手段 所以呢 很多的民众呢 现在都戴上像我这样的护目镜 另外他们手上也包了保鲜膜 来保护自己 为了避开警方吞发的胡椒水刺激 抗议群众早早全部武装 头盔 护目镜 口罩 甚至手套保鲜膜反复严密 香港警方投掷催泪瓦斯之后 抗议群众涌进周边商场 就地以矿泉水清洗眼睛 要舒缓催泪瓦斯的刺激感 有警方在这一波冲突中 因此受伤 随着趋力的动作越来越强硬 反逃犯条例的抗议 情势愈发紧张 东西新闻香港 纵会报道 好 看到了这么严重的警民冲突 还出现流血场面 至少造成了20人受伤 甚至还传出有民众 可能因此而失明 香港反送中大冲突 警方为了驱散民众 发射布袋弹 橡胶弹 催泪弹 造成多人受伤送医 网络上流传的影片中 一名男子重担伤势严重 不断抽搐吐血 眼光呆滞失神 有两个人在旁边急救 画面相当触目惊心 还有网友传送的影片 可以看到香港警察包围示威者 不断用警棍殴打脚踢 事实上香港警方所使用的 虽然并非真的子弹 但近距离射击 还是相当有杀伤力 一名男子就被击中了眼睛 突然间右眼完全看不见 刚才我在警察的情况 刚才警察前面是没有任何 我去的真正和左夹的 有时可以只能将铁马搬 可以同一个人左夹 你没有见到房子 警察可以没有举黑气情况 之后可以开枪 一枪击中了个右眼 现在流血 我都不知道这是什么事 什么枪来的 你知不知道 不知道应该是 应该是用手套 不是用金属做的弹 因为橡胶弹我估计 因为我现在不是说 真的进去 但我现在是处理不了 不只是围者受伤 香港电台一名协助 运送摄影器材的司机 在下车休息时 被催泪弹击中头部 当场晕倒血流不止 索性在送医之后 恢复了意识 目前情况稳定 没有生命危险 董事新闻 黄晰星 在香港爆发了反送中活动之后 国际媒体都持续的高度关心 包括了美国CNN 纽约时报 英国卫报 以及日本的NHK 都特别报道 香港反送中运动场面惊人 由于香港回归之前 是英国的殖民地 英国卫报密切关注 这起抗争的发展 卫报还拍摄到 有些蒙面的年轻人 在工地搜集砖块 似乎已有长期对抗 甚至可能爆发 紧名冲突的准备 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更几乎是每小时的 整点新闻都要连线 所以安德鲁 为什么选择选择 这个执行与谈议 什么影响 并没有影响 这只是一件事 Rosemary 那里有这么多示威 选择选择选择 选择选择选择 这是选择选择选择 毕竟在目前 美中贸易战的敏感气氛中 香港的特殊处境 更引发国际媒体的注意 纽约时报的标题是 香港民众封接抗议逃犯条例 《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家 伊山茶鲁则发文 中国无法粉碎香港魂 面对香港的严峻情势 亚洲邻国日本 更有官方出面发言 包括日本公共电视NHK 以及朝日电视台ANN 都到立法会前连线 至于国际性通知媒体 像是美联社 也大量传送相关的新闻画面 不过由于当地网络不稳 还曾经出现部分画面 画质粗糙或是平革现象 东西文综合报导 香港的特首林郑月娥 为了此事则是软硬兼施 她一下接受电视访问时 哽咽落泪表示自己没有出卖香港 随后她释出了一段 公开谈话的影片 却又展现了态度强硬的立场 她表示这是一场暴动 香港闹区大批警力集结 手持警棍和盾牌 全副防爆装备 港铁金钟站与晚间八点半关闭 山羽次来丰满楼 而取消活动为公开现身的 襄阳特首林郑月娥 晚间发表电视谈话 配度相当强硬 将反送中定调成暴动 并且强意谴责 是有人在组织发动 面对这些矛盾和纷争 激烈的对抗 绝对不是解决的方法 如果用激进暴力的手段 就可以达到目的 这些场面只会越演越烈 肯定对香港带来伤害 林郑月娥在影片中 呼吁市民远离暴力 波动于港警队民族时报 却是知自卫的原因 而且让人好奇的是 林郑月娥在稍早接受 香港电视媒体访问 却是走温情软心诉求 她哽咽落泪 说自己没有卖港 说我卖港 我怎么去卖港 我在这里土生土长 我和所有香港人 一起在这里成长 我对于这个地方的爱 令到我作出了不少个人的牺牲 但是她的说法就是说 她说你怎么可能卖港呢 但是你真的有个问题 你做了行政长官之后 你就卖了身给香港 美国有些电视新闻网斯言报道 林郑月娥很有可能 因为没有妥善处理讨犯条例 而不获北京去任 在访问中被问到 她是否会下台 林郑月娥说她对这次修法 没有任何心趣 也不会撤回逃犯条例 而在台湾呢 从南到北都有声援香港的行动 铜锣湾书店的创办人林荣基 她也阐述了自身的经历 是如何无缘无故地被关押了八个月 全台反送中抗议 从南到北遍地开花 不只有香港学生 更有不少台湾学生 以行动声援 不让逃犯条例 修法过关 其中香港铜锣湾书店创办人 林荣基感受最深 因为在香港贩卖政治评论书籍 2015年10月 林荣基就在入籍中国时被抓 一关就是八个月 对法案条例的不信任 早就升级为背后 对整个中国政府 把手伸进来的恐惧感 前几年我从香港转机还是可以的 不过这个法律如果通过之后 甚至我们进到香港的机场 可能都会有危险 不仅仅是香港 逃犯条例也涵盖台湾 或任何入境或过境的人 都可能成为下一个李明哲 把香港的处境当作是一个 离我们距离很遥远的事情 但实际上台湾跟香港 甚至整个自由世界 都在共同面对到中国的威权扩张 不再是今日香港明日台湾 此时此刻台湾也同样 站在受冲击影响的第一线 大陆的一个两级和平协议 假的不要相信 我香港人算是赏当 我希望台湾人不要赏当 东西文SNG上组 黄一鸣 杨瑞鸣 吴财前邀 综合报道 随时随地的观赏热门 新闻时事 那么新闻光晓性单元 现在可以上东森美洲电视的 脸书官网 欢迎观众朋友点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吴财前邀